促轉會一直以來 對中正紀念堂的動作就不少 也曾提出要改成反省威權紀念公園 不只要把裡頭的蔣中正頭像給拆除 甚至還要把整個堂體改造 以後會不會看不到中正紀念堂了 這答案是很有可能 因為就連總統蔡英文 在今年228活動上也首次表態 聽來就是要出手了 只是蔡總統這刀一輝 恐怕將掀起滔天巨浪 甚至正逢年底九合一大選 被解讀還有這層用意 擺明了是針對蔣灣安而來 因為蔣灣安很可能 在年底要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北市的市長 確實這一連串的轉型正義 最無法是局外人的 就是蘭英立委蔣萬安 不過他似乎也有準備醞釀反江一軍 我們的版本 含設的範圍更廣 包含了日劇時期 前一天的受訪講得明白 也就是要搞就回溯到日劇時代一次解釋 而228這一天 蔣萬安則是再PO臉書 再強調一次同樣論點 柏綠營立委反算他 那就東扯西扯 把不同的時間 空間 背景 人物 全部攪在一起 拆除中正紀念堂 蔡政府要走進轉型正義的深水區了嗎 恐怕也是兩面刃 TVB 新聞 黃俊瑋 羅氏鵬 台英倫 SNG小組 台北基隆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記錄開啟小鈴鐺 請記錄開啟小鈴鐺